有最贪理专支撑的台新银行前理财专员周立宏 因为投资失利 长期挪用客户存款 10年侵吞超过3.5亿 遭判刑11年6个月定验 周姓男子2003年开始在台新中和分行任职 他因为投资期货炒外汇都亏损 加上长期受到客户的信任 开始挪用客户存款 从2009年开始到案发2020年之间 已经挪用6名客户的存款 最惨的是一名陈姓女富商损失2.5亿 另外5名客户分别被挪用上千万到数百万元不等的金额 陈姓男子拿钱还债 还频繁上酒店买豪宅豪车 过上奢侈生活 卑异违反银行法 伪造文书等罪起诉 一审判刑10年 二审改判加重12年4个月 更一审认定他犯罪所得共3.5亿 考量他没有前科 也曾经在犯罪期间偿还部分被害人金钱 因此改判11年6个月 全案在上诉 最高法院18号驳回上诉定验